本地今天新增931起冠病病例 大部分是住在宿舍的客工 总病例达13624起 国会下个月初提成新法案 允许新人利用科技 在网上完成结婚宣誓仪式 马国供应减少 再加上本地农场进口饲料成本上涨 推高本地鸡蛋价格 别错过失城6点半 感谢观看